最懂目置雲霄飛車尖叫聲讓你光用聽的都能感受刺激 想到韓國體驗超速感最新公告 台灣人6月開始能申請免費觀光簽 只要完成接種疫苗入境免隔離 但廠牌不包含高端 等於在跟外國客招手來觀光 國人最愛的日本也一直有人在問 日本首選比例會占比較高 大概有6到7成左右 那再來的部分可能就是歐洲 暑假詢問度來講的話是有但還沒有那麼高 因為主要是現在國人返台的話 入境還是維持在需要隔離 入境返台隔離考慮放寬3加4 旅行社還是把目標放在秋冬 日本政府同步開放把入境人數上限調高 單日2萬人 98個國家包括台灣入境不用隔離 6月10號開始也恢復開放外國團體旅客 只不過未來想出團預算得多準備 各個元素的成本都會增加 包括前天的航空公司的票價有可能會做調漲 以後來講的話國人如果出國旅遊的這個成本來講的話 大概會平均會漲到兩到三成左右 可能太響飛虎航先前開賣冬季班表賣破萬張機票 還一度當機預告加開第二波 長榮也透露日韓線定位回溫 旅客甚至訂好明年暑假和過年機位 旅行社也為解封準備先找導遊回鍋 因應年底之前的出境呢 我們現在開始已經陸陸續續的去找回我們過往的導遊 預計的人數呢會是將近五百位以上 希望有經驗的來 畢竟一後旅遊市場打掉重來 有熟悉的領隊讓觀光布局更有效率 TVB 新聞 中文黃靜寧可以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 頻道 TVBS 國際 Plus 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